大家會認為李醫師 或者是殯葬相關從業人員很好賺 不是 而且壓力很大 如果把工作小時 跟你這樣的收入去換算的話 坦白講時薪不會很高 做到專業年以後 它是會有一定的空間的 你要願意堅持去學習 抱著恭敬而心處理每一個案件 年輕百萬不是問題 那大家看我們表題方面 應該就知道我們今天要挑戰什麼樣的職位了吧 商葬業 商葬業這行業非常的大 它裡面有包含到目前的 李醫師、司儀、李生 到幕後的化妝師、接體師 要讓這個告別出了順利的人員 通通在這個商葬業裡面 那大家應該對商葬業 其實都不太了解吧 它算是一個披著神秘麵塞的產業 很多人都聽說商葬業很好賺 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後我們今天要挑戰只有一個職位 就是李生 我們話不多說就趕快出發吧 走囉找李醫師報到 好 請問一下我們今天工作內容有什麼 等一待會我們會先把李廳的部分 先完成布置 李醫師在十點半開始宣布做家電 OK 沒問題 那到時候就麻煩你們執行家電 到時候等到這個部分都結束了以後 我們會做沾養運用 然後呢 由你們來執行大鏈蓋關 大鏈蓋關完以後 我們就準備護送靈位、靈舊 那前往我們這個園區裡面的活化場 那我們第一站找誰報到? 司儀 那就是司儀做對焦 好 那我們找司儀報到囉 好 我們現在來找我們學長報到 那我姓謝 今天的司儀 待會照著補助就可以了 好 不要緊張 不會很難 不會 我會引導你 那就萬事拜託 套學長 不會 謝謝 麻煩 好 家電開始 司儀消音請就位 這時候司儀就會站到中央了 然後速度上來 我們都要用工序苗合併 是不是一樣 好 那我們這時候才開始低 這樣下合併 面前上下 我們才低下併 好 我們現在要準備開始了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要準備開始了 司儀消音請就位 上 誰 我 你 自己著 雙手 上 躺 雙手 雙手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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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著 後面會的 請 慢慢推下 不要 上 雙手 冷 花開五樹葉 烈焰 顧親大人 親身修得桃紅帽 請愛 敬獻香陵 敬獻美中甘露宴 小圈寶恩 滿心田 請愛 自己叫 請重手勉 不像男 再臨不像媳婦 不像女兒 人等同 經意 親像獻花素 和持久 散後手 請慢慢起床 请拍 像这样子出完勤务了 董大哥你觉得说我这样子打几分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我会给你201分 先天的条件好 态度好 我觉得态度是最重要的 我来讲这个产业 上上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公渡人员 像董大哥你是做理医师吗 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就是理医师你平常的工作内容 大概就是什么东西 简单说起来的话就是包含 练并战 整个行为的一个指导 还有整个流程的安排 以及会场的布置 也要会拿麦克风当司仪 很多人都会以为司仪就是理医师 不等于哦 不等于 理医师是要终关全场的 包括临终关怀 悲伤辅导 这个也都是我们理医师的范围 政府有相关的考试 他才能够由内政部 来发这个理医师的证书 所以理医师是一个专门的职称 好好好 坦白讲还不是很容易 目前现在全台湾 大概这么多年下来 1100位左右 蛮好耶 很谦虚 理医师身为整个丧礼的导演 其实更重要的是 他需要有很多人的配合 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包括从接运大体 洗穿化裂 有时候还会特别请到 理医师 师父名官 那整个告别市场的时候 要有人做布置 私仪 香仪 乐队 甚至你到活化城去 也会有专门的 有人做活化的操作 这整个行为下来 我觉得大概会有 十多种不同的角色 就是说你入行到现在 有没有死吗 一向深圳到你 到现在还忘不了 每当你们提起他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感触的一种感触 事实上我一直觉得 丧礼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总体检 家人通常都会齐心 来把这个最后的毕业人礼做好 但是也有不一定进入人意的地方 例如说家属之间 也许本来就有一些纠纷 在这个时候就会爆发 那我讲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例如说也许本来就为了遗产 再会场就有校服 宁可就甩头就离开了 他连拜都不拜 对于这位往生菩萨来讲话 其实情何以看啊 就觉得是感触蛮深的 有必要为了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弄到家人连最后的告别 都不好好做吗 其实人走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办法带走 能够给大家看到 其实就是那样的告别 对 其实我们做这行 有一个莫名的压力就是 每一场告别事 都是每一个人最后一场毕业的 对 所以不能出错 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 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这一行的初衷 大概是什么 我事实上是中年转业 我在40岁那一年 我希望能做一些对人有影响的 一个服务行业 那我觉得这一个可以成为我的志业 陆这场话你的期限大概多少 哦 我必须讲 一开始的时候 不会是非常高 进来的时候一定先从助理开始 对对对 也不可能一下就成为理医师 大家会认为理医师 或者是兵杖相关从业人员很好赚 不是 而且压力很大 基本上像我们从助理开始的时候 大概一个月四五万块钱 这也算不错的哦 但是相较之下你必须付出的是 24小时on call 你如果把工作小时 跟你这样的收入去换算的话 坦白讲 时薪不会很高 我没有感觉像当店一样 其实我觉得说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 当你做到专业人以后 它是会有一定的空间的 你要愿意坚持去学习 抱着恭敬而心 处理每一个案件 年轻百万不是问题 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想入这一行的年轻人的一句话 如果是抱着看看事事的心情 来从事这个行业来讲的话 那你最起码一定要有共情的心 但是记得要给自己要有点时间 我个人建议大概要有两年的打算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不会非常高 未来有可能会很好 但是相较于你必须付出的工作时间 甚至也许你家庭也必须配合等等的 我觉得其实付出还蛮多的 你喜欢这个物件